好,亲爱的朋友 一样,这是李叔的转化地图 那我们这一个阶段 我们要来说到什么叫好福德呢 OK,那什么是好福德呢 它包含这两层 OK,缘起啊 缘起是什么 基于一份写缘的愿意 或者是基于一份好朋友的意义 或者是基于一份社会正义 或者背后有更大的因果的牵引 OK,然后于是来到这 而且还形成了一个约定 OK,好,我们每个月谈一次话好吗 嗯,只要请我喝杯咖啡就可以咯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在时间地点 然后定下来的一个状态 OK,好 好,来 所以呢,我们说 对不起,重来一次哦 嗯,所以我必须播放它 好,所以刚刚提到 好福德是这样子嘛 对不对 好,接下来就会是 嗯 嗯,怎么说啊 这个福德如果在的时候 嗯,它是宇宙性的 或者是共同性的 什么意思哦 嗯,就是你曾经良善的 慈善的,慈善的,慈悲的对待过一个人 而在里头播下了一个善的种子 嗯,那也许不会站着收成哦 然后,也许是某一天在某个时刻 哎,它蜕变了 它开出鲜花来了 那也就是我这个播种者 不要失望哦 不要急着要看到人家开花哦 你要知道当我们 允落在好福德下的陪伴 它就是一个 集体的合作 我们张开我的手 成为宇宙的一只手 嗯,我们接住眼前 来到我面前的这个孩子 然后提供他我的为陪伴 然后有机会的时候 提供一些好的说话 甚至给他一个好祝福 那这是很重要的精神 好不好 那当我们这样就跟整体宇宙合作 那其实就会有很多的帮手 来到这儿 哦,说真的 嘿 然后 呃,这里还是要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哦,毕竟我们并不是 不吃不喝永恒的神啊 我们要睡觉会累会休息 会心碎会伤痛 对不对 所以刚提到 既然跟宇宙合作 但是要尊重自己的限制 所以我们要守护关系 就是守护我们的福德 所以请不要做超过 请不要为了 太多勉强的应该而做 然后放松的 哭他自己的 自然的 有喜悦的 不起求 期待特定回报的 就是建立好福德的关系咯 是自然法治